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全球疫情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年底 而此次疫情 不只对很多经济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 也加速改变了人们的商业活动和工作生活的方式 传统行业 因不能实现商业线上化而被加速淘汰 各大零售巨头陆续宣布破产 而线上商业模式为主的公司 却得到了快速的扩张与发展 比如线上视频会议软件Zoom 4月用户月火量激增了一个亿 亚马逊创始人贝洛斯 也被推测为可能首个资产超过1万亿的富豪 虽然疫情之前已经有很多公司有work from home的文化 但大多只是作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 且大多适用于马蒙的岗位 而因为疫情的突袭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尽可能的实行了全体远程的办公 5月12日推特首席执行官Jack Dolsey 给所有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告诉他们如果愿意 可以选择永远work from home 疫情过去后也可以继续 并且将原本的家庭用品补助 升级成了1000的现金补助 不只是科技行业 金融行业也已经逐渐适应了这样的工作模式 前几天 E Financial Careers发文称 50%的高盛员工未来可以永久的work from home 主要包括Tech和Data相关的岗位 回顾过往 其实在疫情前 全员work from home的大公司还真是有 这家公司便是GitLab 一个与GitHub类似的软件原代码通管平台 但GitLab最大的不同在于 公司中的1196名员工 遍布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员工全部都在线上办公 最早公司的创始人身处乌克兰和荷兰 而公司招募的第一个员工 则是来自塞尔维亚 各自相隔几千里 去哪个国家似乎都不太方便 所以索性大家都在家办公吧 而GitLab距今运营10年时间 员工数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 公司业务仍然能通过远程办公 有条不紊的运行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密其实都写在了GitLab 在其官网上开源的 3000多页员工手册里 里面对协调工作 沟通准则 员工福利等所有事物 都给出了清晰的指引 比如在线上文字沟通三次 还没能解决的问题 就要通过视频通话来沟通 并且还在不断更新 而且这家公司去年9月融资后 估值已经达到了27.5亿美元 所以说限制公司发展的 并非是你有没有给员工提供舒适的办公室 或者是随时都能吃上一口热饭 而是你有没有一个能让公司良好运转的制度 据研究表明人们在最舒适的环境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法的创造力 那么试问 哪里还有比自己精心布置的家还舒服的地呢 所以朋友们 你们愿意永远在家办公吗